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 在一份全球有24个城市参与的调查中 她就曾打败法式和美式口吟 成为全球最浪漫的英语口吟 虽说这两次排名不惹来争议 毕竟脸在评价性感时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参数 但还是反映了不少问题 比如 为什么在万千少女沉迷于者服的人品应不能自拔的同时 会有无数人吐槽赵丽颖在迪奥宣传片里的中式口吟 为什么北京腔被不少人是作笔标普还标准的口吟 而南方的普通话只能让人狼受香菇被误解的口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口吟可与方音替缓 指的是某一地区的人们在讲某一语言时 在原音、辅音或声调上有当地方言特色或者比标准语有区别的语言表现 微博上久经不衰的狐见人段子 就是当地长期使用本地方言的人们在说普通话时 将方言和普通话的发言规则混淆 将声母f发成了狐狸狐吐的h 实际上 世界上有不少语言都带有多种口吟 比如日语就有关东腔和关西腔之别 某一口吟内部甚至还会再有口吟之分 比如英式口吟 British accent虽然总被当成是一类口吟 但其实它内部就有50多种口吟 包括著名的威尔士腔和权力的游戏里史坦克家族典型的约克俊腔 世界上口吟数量繁多 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进而出现各种变化 难免不利于沟通和文化交流 于是 不少国家会在全国推行标准口吟 英国便是如此 人们口中的BBC香和人品音实际上是指标准口吟 Received pronunciation 这种口吟源自英格兰南部 因其字正相缘而被视为优雅的象征 被当地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生采用 后来更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口吟 标准口吟常被用于语言教学 是非母语者学习语言时的发音参照 其地位不可小觑 牛津腔的使用者通常来自上流社会 因而牛津腔也当成是高贵的象征 资料图图 不过 标准口吟虽说重要 但并不能与纯正画上等号 少小黎家老大回 香音被改变毛衰 这是唐代诗人赫之章的著名诗剧 使用具有浓烈地方特色的非标准口吟 往往更能激起对话者对家乡的思念和认同 比标准口吟更接地气 1926年 英国语言学家丹尼尔琼斯正式提出标准口吟的概念 但直到1974年 使用标准口吟的还不超过英国3%的人口 2014年 曼彻斯克大学的一项调查甚至表明 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为要在某些重要场合上改变口吟而深感不满 事实上 标准口吟同样源于特定地区口吟 之所以被指定为标准 靠的只是政府和原学家们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判断和抉择 并非由于其具有更加的优越性 自朱毕千诺道闯王入京 北京一直是明朝国都 然而南京的下江关化却一直是明朝的关化 而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北京关化取代盛行与汉族王朝的南京关化 想要积身上柳 先把口吟改了再说 标准口吟之所以一直受人追捧 除了她的确能促进沟通外 还因为她还能塑造高到稳重的形象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本来说着一口无伤大雅的林肯俊口吟 但为了她的仕途 她请来专门的语音教练 苦练掌留社会最爱的RP音 果然顺利进入政治精英阶层核心 甚至一举夺下保守党党魁之位 不过在现代社会 这种口吟的改变不再是当相的 鱼铁娘子走向反道路的是英国王室 据研究发现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女王的口吟开始向平民标准音靠拢 估计王室是想以此塑造亲民形象 撒切尔夫人当年也为自己的口吟 费尽心机影视去照顾 口吟之间无贵贱之分 但口吟歧视却是由来已久 并一直延续至今 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上的差异 常会导致群体歧视的出现 而与社会阶层捆绑的口吟自然成了 理事链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 口吟不仅被用来区分说话者的区域背景 还被用来区分说话者的身份和社会阶层 在二十世纪的英国 如果一个伦敦人在街上 听到行人用东部口吟说话 Cogney Accent 那他会立刻猜测对方是工人阶级出身 如果他听到的是合口 Cogney Accent 那么他会预测对方属于中产阶级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功能结构 往往能体现在当地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社会阶层中 能体现地区差别的口吟也自然而然成了说话者的阶层象征 历史上的伦敦东郊是贫民区 就连开堂首捷克也曾在这活动 因而人们在听到东区口吟时 会将说话者与东区攒乱危险的形象相联系 从而推断对方有极大可能来自贫民阶层 口吟除了反映不同阶层之间的格模 也同样体现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局域 人们在认可某一口吟之前 先要认可的是口吟背后的文化 若是文化不被接受甚至被排斥 口吟随之成为被吐槽对象 曾在大陆风靡一时的台湾枪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2001年 不少人一边追着流星花园一边学习大S的台湾枪 但近几年随着国场综艺游戏和电影占据了大陆的主要市场 台湾流行文化对于大陆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 一些在大陆发展的台湾演员会因为没有改掉台湾枪 而被大陆网友们批评不专业恶作举之吻等台湾偶 相聚曾在大陆风靡一时 台湾枪因此受到热捧影视剧照图 口吟比试炼实际上就是以口吟为借口的群体和文化比试炼 它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较量 反映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在影响力方面的比拼 更反映了说话者在衡量利益关系后 对自身归属的身份认同度 一个人要是想改变口吟 经历长时间的训练 或许可行 但随之改变的 往往还有对自身身份和文化的认同 说话是门艺术 只要谈话双方表达清楚 这门艺术也就算到位了 至于说话时用了什么口吟 就让它像冷冽的东风一样 随之而来 随之而去吧 作为四六级高分飘过的人 谁敢说我们的发音和用词不标准 但是 现代的阳京王英语不再是中英混合体 而是英美混合体 不再使用词用句不恰当 而是用法